前几天5月13号 瑞银集团前首席经济师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数名文章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这一次中国房产泡沫可能真的要破灭了 他说中国房市当前危机四伏 如果处置不当将危及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 接下来的新闻我们带您来仔细探究 现在的中国房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5月12号在中共央行副行长刘士宇主持的会议上 央行官员与15家大型银行的高管讨论了住房抵押信贷政策 央行要求与会的商业银行提高服务效率及时审批 和发放符合条件的个人住房贷款 合理确定首套房贷款利率水准 房地产跟中共政府的利益是极度相关的 因为很多的地方政府的债务承诺是以土地出让的收入 作为偿还债务的条件 一旦没有钱 开发商倒闭银行出现问题会让成堆 地方政府出现债务违约 那个都是过联在一起的 据中共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今年1到4月份住宅房销售额同比下降了9.9% 办公楼销售额下降了10.2% 而4月末商品房等待销售的面积高达52,652平方公尺 而建筑开工数量下滑了近25% 为了提振需求不足 中共领导人在今年2月份宣布了一系列为次级政策 包括针对中小企业的税费减免措施和增加交通设施投资等 事实上真正害怕房地产下跌的还是政府 原来这些调控政策并不是真的要把房地产调下去 房地产如果是奔盘的话 对银行打击非常大 那些盘垮呢就会有风险 银行就会有倒闭的可能 那么政府在旧银行它又要发钞票 发钞票又会导致通货膨胀 本来钞票就发了很多了 所以中国现在这个经济是很麻烦 房地产呢刺激的话又有金融风险 不刺激的话呢经济要下滑 今年一季度四个省份的房地产投资为负值 其中黑龙江和吉林的降幅超过了25% 财经学者杜猛不久前也表示 中国楼市已经出现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 全国有6800万套的空置房 日本野村证券也曾指出 中国住房已经严重过剩 房地产的泡沫已经破裂 新唐人电视刘惠中原采访报道